大家好 我是这个家庭的叔叔 梁海元 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要不要复合 反正我想他们复合 你们赶紧的吧 我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 二婚的蜜月我来安排 帮你们满意 成龙现在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他现在是所有中年男人最羡慕的状态 你们知道有老婆的中年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吗 跟你们说一个新闻 真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一个男子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但是他硬是把手机格式化以后 才晕过去的 这也太坚强了吧 虽然这个新闻完全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状况 但我们可以推测出 这一定是一个热爱家庭的已婚男子 因为只有已经结婚的男人才会这么坚强 才可以在遭遇车祸的时候 用自己刚刚撞乱的双手把手机格式化了 因为在那一刻他的脑子无比清醒 因为他知道如果手机没有格式化的话 人就活也没什么用了 中年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随时随地都要保护自己的手机 虽然我说的是他们 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秘密都在我们手机里面 手机就是我们的灵魂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已经完全离不开我的手机了 我现在吃饭 睡觉 上厕所 只要一分钟不见我就会想 我手机呢 手机在哪里 没有手机我做什么都不安心 我现在吃饭可以没有饭 我上厕所可以没有纸 但是不能没有手机 真的有一次我上厕所特别着急 但是手机没电了 我还是冲了以为电才去上了厕所 真的我以前觉得我是手机的主人 现在我觉得好像手机才是我的主人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的 所以最好的主人可能正在以奴隶的形式在为我们服务 然而我们现在就是手机的奴隶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我的手机了 他太爱熬夜了 每天熬到两三点 搞得我也睡不着 只能陪着他刷综艺 刷电视剧 刷微博 刷短视频 有时候我实在撑不住了 熬不动了 他会这样 啪 掉到我脸上 太熊下了 让我瞬间清醒起来 还能再刷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都已经睡醒了 他还没睡 自己在那播视频 播了个通宵 店都没有了 真的熬夜对手机不好 熬夜会让手机老得特别快 我的手机才用了一年多 就把自己的屏幕熬出裂痕来了 现在已经人老鸡黄 已经是个老人鸡了 真的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 所以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被偷手机 如果你玩手机都不认真的话 那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成就 我如果觉得一个人的手机在还有电的时候就被人偷了 警察都不应该给他立案 我们现在对手机真的太依赖了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特意找了个地方 我去了一个乡下 我想摆脱一下对手机对我的束缚 真的没有想到 乡下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 乡下的信号好得不得了 在乡下玩手机可开心了 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把我的手机关掉 你们有没有试过把自己的手机关掉 哪怕只关一天 你能感觉到一种自由 就是一种退出江湖 告别打打杀杀的自由 那几天我每天看蓝天白云上鸟语画像 我感觉过上了陶渊明一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比每天玩手机真的好太多了 你知道吗 三天后 我就想把我幸福的生活分享给大家 可是我没有照片 我也没有视频 只有几行苍白的文字 根本没有任何人给我点赞 那一刻我觉得非常地失望 我觉得没有人给我点赞 那我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